最后一道彩虹 杰森每天放学都会经过一座山谷 下过雨的夏天午后 山顶就会挂上一道彩虹 像一座七彩的仙桥跨在山谷上 杰森喜欢吹口哨 只要他听过一遍 就能将曲子吹出来 一天杰森听见西风叹气 哎,我怎么就想不起昨天吹的曲子呢 杰森马上鼓起嘴巴吹起了一支曲子 西风高兴地说 就是他,我太高兴了 说吧,你想要什么 杰森想了想说 你能送我一道彩虹吗 我想有一道属于自己的彩虹 西风说 这可不太容易 你要拎着水桶到凤凰瀑布装一桶瀑布水后 会有一个仙子从桶里跳出来 他或许会送你一道彩虹 翻过几座山 杰森终于到了凤凰瀑布 一道彩虹挂在山崖上 就像一只展开上榜的金凤凰 杰森把水桶放在瀑布边 过了很久水桶才装满 这时水桶里出现了一条小鱼 杰森恳求道 彩虹仙子,请给我一道彩虹吧 小鱼想了想 尾巴在水桶里一滑 一道彩虹闪现在水桶上面 然后小鱼用力一跃 消失在了飞溅的水花里 杰森小心翼翼地把彩虹捧起来 彩虹就像一条绚丽的围巾 挂在杰森的两手间 杰森宝贝似地把它装在了自己的口袋里 在穿过森林的时候 杰森听见呜呜的哭声 他走过去一看 原来是一只欢被捕兽夹夹住了 杰森拿彩虹在捕兽夹上一滑 夹子啪的一声弹开了 欢一路小跑离开了 杰森发现彩虹被捕兽夹勾破了不少 当杰森经过一幢小木屋的时候 一位老婆婆对他喊道 孩子我病了 你能给我一些彩虹做布丁吗 杰森让老婆婆拿刀切下一块彩虹 把它放进了布丁里 老婆婆吃下彩虹布丁后 并立刻好了 杰森也吃了一块彩虹布丁 吃完后他一下子展高了三寸 杰森带着上下的彩虹离开了小木屋 继续往家走去 快到家门口的时候 他看见妹妹正坐在地上哭 腿上流着血 杰森赶忙从口袋里掏出彩虹 裹在妹妹的伤口上 妹妹立刻不疼了 而且又能跑能跳了 看着手里剩下的一小片彩虹 杰森很难过 别难过孩子 西风说 彩虹会再来的 只要有阳光和雨水 彩虹还会挂在山谷上 嗯,他曾经在我的口袋里待过 杰森笑了 他相信彩虹会再次在山谷里升起